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二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央行将终止金融紧急计划 房价上涨势头将被遏制 据Better Dwelling报道 加拿大房屋销售及价格再次打破纪录 而加拿大央行宣布 从10月26日起 将会终止在大流行初期 向金融机构提供支持而设立的紧急计划 据悉 在今年3月疫情初期 加拿大央行宣布 将向加拿大的主要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 购买高达500亿加元的按揭抵押债券 此举通过购买金融机构手中的债券型非流动资产 旨在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稳定的资金 并保证足够的流动性 以确保向加拿大的消费者及企业继续提供贷款 该计划实施之后 3月份金融市场抵押贷款按揭利率调低 主要银行纷纷提出延迟贷款支付等措施 在利率调低等一系列措施之下 房市更为火热 即使在疫情期间 加拿大整体经济受打击严重 但房市的销量和价格仍不断打破记录 对于停止该计划的原因 加央行表示 自8月份以来 银行使用该计划的需求已经大大减少 随着情况逐渐恢复正常 该计划也将被取消 Better Dwelling评论员表示 在大流行期间 加央行对待按揭抵押债券的方式 简直就像对待厕纸和洗手液一般 他们将按揭抵押债券囤积起来 并以竞争的方式购买它们 这意味着加央行购买的债券中 有些其实根本就卖不出去 但正是由于加央行积极地与竞标者竞争 从而导致利率一降再降 加拿大失业率在疫情后大幅增加 很多业主可能会面临无法还贷的风险 通常来说 在风险增加的时期 资金的价值应该增加 资金价值增加也会降低 房主借贷损失的风险 但现在的情况是 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加央行却仍在以最便宜的资金充斥市场 利益的驱使下 谁还会考虑到 房主会面临什么样的借贷风险呢 本质上来说 随着失业率的增加 加央行让资产价值虚增 并为房主埋下了陷阱 截至10月7日 加央行共持有按揭抵押债券 93.2亿加元 与上月相比增长了4.91% 与去年同期相比暴增了1710% 疫情下 特鲁多还想多收移民 给这些人特快项目 近日 彭博社报道 加拿大政府将在下个月的1号 公布新的三年移民人数目标 此前 在2020年3月 新冠疫情还没有在加拿大爆发之前 加拿大政府的移民目标数据 是三年105.3万人 分别是 2020年引进新移民34.1万 2021年引进新移民35.1万人 2022年引进新移民36.1万人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导致加拿大关闭边境 接纳的新移民数量严重低于预期 2020年1月到8月份 加拿大只有12.8万新移民登陆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 2020年登陆的新移民数量 恐怕到不了20万 但根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深受疫情影响 特鲁多政府还是想尽量多收移民 因此 在2021年到2023年的三年移民计划中 特鲁多政府还是希望有个大胆的移民人数目标 因为政府眼里 移民人数是加拿大未来长远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此篇报道的记者雪莉·哈根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特鲁多政府依然想达到 三年百万移民的目标 那么可能要采取一些特殊策略 把更多的政策倾斜给 已经在加拿大的 却还没有身份的人 比如给拿工签的外国工作者 提供特快通道 或者给加拿大的留学生提供特快通道 不过 现任的移民部长马可·蒙多西诺 却认为考虑当下情况 应该缩减移民人数规模 而最终 未来三年的移民数字规划 将在11月1号 由移民部长报告给国会 不论最后是缩减还是不变 由于现在的加拿大政府是少数党执政 特鲁多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都还需要看几个反对党的态度 但在加拿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时 其他政党的议员会不会赞成 让加拿大受更多的移民呢 华人遭歧视 跟中国人混在一起 你活腻了吗 温尼博一位名叫方婷的华裔女子 是Norwest Coop社区健康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 她最近在接受CBC采访的时候 讲述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经历的两次种族歧视 今年2月份的时候 方婷的朋友曾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活动照片 照片中有一些新移民 她当时帮助组织了这次活动 不料有人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都在远离中国和中国人 你这个时候却偏偏和他们混在一起 活腻了吗 方婷在下面留言 我们是健康的加拿大华人 在疫情中我们非常谨慎地保护自己 不要再传播恐惧或歧视加拿大的华人群体 中国恐惧症救不了你 方婷留言后 这个人表示了道歉 方婷说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6月份 她在工作中与一名男子有短暂的交谈 该男子抱怨因为中国人把病毒带到了加拿大 导致她的膝关节手术被延期了 方婷当时并没有当面驳斥 但她的经理知道这件事后 和她进行了谈话 并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讨论了 如何处理种族歧视的话题 随着今年年初疫情席卷加拿大 针对包括华裔在内的东亚裔的种族歧视 也越发严重 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关注到这一现象 并给予报道 希望受到歧视的华人同胞 能勇敢报警 或向媒体揭露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